初纯 好了 谢谢小桑芝 是 佳许哥 那我就上课去了 你如果有什么要带的 你可以告诉我 我晚上带给你 那正好 你去哥哥家里 帮我去我书房那里拿下我电脑 钥匙在衣服口袋里 然后地址我等会儿发给你 要电脑做什么 工作呀 可是你现在已经生病了 要不然还是好好休息吧 你现在工作的话 老板也不会给你加工资的 那谁让哥哥技术入骨了 知道了 但我还是不会拿电脑的 其他的我会看着办 是 我现在听你教训我 我感觉我们小桑枝真长大了 本来又长大了 又不是小孩了 才看出来吗 才看出来吗 我走了 我走了 这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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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得我看 快快 老板们早上好啊 我们又见面了 快快快快 干嘛去 我给你带了早餐 你给我吃点 谢谢 那个亲戚怎么样了 手术已经做完了 我觉得过两天应该就能出院了 我下课就过去看看 你还要去啊 你要去陪床吗 反正也是我去的 我也在一盒 推给别人你不大好 你那天没职 有家没一直问你 好像还挺失落的 我听陈湘说 他那几张片要告诉你 好 上周给大家布置作业 今天要交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不容易买到吧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 三只 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零 早上好 眼神蛮好的 对 昨天看电影 你怎么没有来啊 我 我昨天有一个亲戚突然生病了 我就去医院照顾他了 他现在还好吗 现在还好 不好意思啊 昨天看电影没去 不过就之后 你有空的话 我再请你看电影 好啊 嗯 我下周末有空 好 那我就下周末请你看电影 好 那下周末见了 嗯 对 那我先 先去热身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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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人物同事 整个画面重新查 等一下 拜拜 喂 嘉雪 思雲姐 你们这段逻辑写得太绕了 这程序肯定跑不动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电脑 要不然你叫公司谁送一台过来 这段还是我来写吧 不用了 你先好好休息 你这一块的工作呢 我就让他们先去做别的 没事 我在这边闲着也是闲着 嘉雪 你要是再一想 伤口再一次裂开 谁来帮我工作啊 好好休息吧你 江颖又在楼下闹闹 我先让保安把她拦住 你在哪儿 我知道 我知道您的意思 女士 你不能随便 你的内心的不能随便进 嘉雪哥 我来一下 送这边 嗯 你之后不要直接来公司或者家里找我 来之前也先跟我说一声行吗 丧志 其实我刚刚在里边唱的歌 我是想唱给你听的 是你以前你说 长大了之后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成年了 总之 原来你喜欢那样的 我喜欢你 早餐拿着符合吃吧 好的 那我天成那样的 上边来照顾你 我还真应该放心不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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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 嗯 我有一个秘密 一个 一个 藏在我心里的秘密 要跟我说啊 就 就我 有个 好喜欢的人 可 可她 就是不喜欢我 谁啊 我不能说 跟我也不能说 好 那你跟我说说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对你好吗 就是她很好 对我也很好 可是她对谁都很好 那是彼此喜欢了 行吗 好 总之 原来你喜欢那样的 那我变成那样的好不好 好 然后只对你一个人好 这样我们总之 你应该就不会这么伤心了吧 让别人来照顾你 我还真一个人放心不下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我